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破纪录又助攻团队逆转胜 全明星四他跨栏 刷新大会成绩超越学长 第四季全明星运动会 稍早16日播出新的一集 而这也是蓝队选手吴许扬 因伤退赛后 由新战力图擅存首次登场的一集 也因此他的表现更是备受大家关注 在第一场的跨栏比赛 就非常激烈 还有不少选手破了过去学长林竞轮 和曹佑宁的记录 甚至帮助团队逆转胜 以下有雷 第一场进行的跨栏项目 各队派出三男两女 其中红队的夏浦阳先以8秒59超过 了学长曹佑宁8秒69第二名的大会记录 但在下一组堪称死亡之组的竞赛 夏浦阳的成绩立刻被张家生和Z超越 黄队的跨栏歌手Z过去曾拿过全大运400公尺跨栏第八名 也拿过台北市中等学校运动会400公尺跨栏金牌 他除了对上蓝队新战力图擅存 还有黄队的强棒张家生 张家生曾经是亚青国手的 还拿过全中运400公尺跨栏金牌二连霸 这组竞争非常激烈 而成绩公布后 由张家生拿下胜利 红队的张家生以7秒87成为节目大会记录第一名 黄队的Z则以8秒09成为第二名 而学长林进轮的成绩则调到大会记录第三名 全场气氛非常高昂 而担任红队跨栏教练的张家生也表示 退役两年 还能跑到7秒8 我很满意 也不忘肯定队友们的表现 直说都有达到水准 还更突破 最后公布整队加总成绩时 还因为张家生的秒数 替红队成功逆转拿下该项目的奖杯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一定要准时锁定 全明星运动会4 首播在台式晚间8点播出 三立都会台为每周六晚间8点播出 将红杰迎二连胜 全明星四男神连破二大会记录 多MVP哽咽 压力很大 在最新一级的全明星运动会 一开场黄队领队郭洪志看到 那面黄色对齐 高挂在场中 且比蓝队和红队还高时 非常得意 在本集三队之争时 将红杰领军的红队先连拿跨栏和铁柄项目 黄队则获得飞盘争夺赛的胜利 而节目尾声谈到MVP名单时 大来宾刘薇婷入围了几位表现出色的选手 分别为红队的张家生 以及黄队的Zing 最后由在本集连破跨栏和铁柄大会记录的张家生拿下MVP 大来宾夸赞 他现在是跨栏大会记录保持者 铁柄的部分也是帮红队逆转获得胜利 张家生接过讲座后情绪激动 哽咽表示 其实我压力真的很大 很多人觉得跨栏是我的项目 可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每一对实力都很强 这个MVP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红队的大家 谢大家愿意相信我支持我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一定要准时锁定 全明星运动会4 首播在台式晚间8点播出 三立都会台为每周六晚间8点播出 感谢您收看MVP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